日本已经排了核污水了 那未来咱们到底能不能吃海鲜了 如果能 哪些是可以放心吃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闲的海鲜家 上面那个问题啊 最近好多人都在问我 这里咱先达成一个共识啊 虽然我是搞海鲜的 核污水肯定是有危害了 那它到底危害有多大 是往游泳池里撒尿的量 还是往你碗里放喝点红的量 这个咱不知道 所以咱就答几个比方 按它这个核污染危害的程度和范围 咱们确定你能吃什么海鲜 不能吃什么海鲜 如果这个范围只在日本本土 那市面上所有海鲜 你放心大胆吃 为啥啊 第一咱从日本已经不进口海鲜了 第二日料店那些海鲜 咱们中国大部分都能捕捞到 一些捕捞不到的 比如什么日本田虾 松叶蟹 这些也都能从俄罗斯进口过来 所以这点你不用担心 你去日料店可以放心吃 我说如果啊 如果危害到我国沿海了 那么有些海鲜 我们真就要注意了 什么梭子蟹呀 皮皮虾呀 鲜子呀 扇贝呀 黄花鱼呀 霸鱼呀 等等等等吧 这些海鲜就基本都是国产的 没有进口的 你自己凭感觉 你要不要吃 那它都烧到中国了 那你旁边的东南亚呀 俄罗斯呀 你也都可能心里犯嘀咕了 是不是啊 老虎虾就基本从越南 泰国呀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这些国家进口 那你像俄罗斯的松叶蟹 帝王蟹 日本田虾 对 日本田虾基本上是俄罗斯产的 像这些海鲜 那你就要小心了 东南亚进口的活的 你是各种龙虾 什么青龙 花龙 红龙 这些 那你就自己看 因为你这个人小心紧什么 你心里稍微放点各样 你就不买海鲜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就要抓点紧 趁着还没烧到澳洲之前 你先买点澳洲海鲜 新西来的黑金豹 彩豹 斯甘比奥虾 库克山的三文鱼 帝王龟 还有澳洲最主要的 奥龙 死老龟 等它烧到澳大利亚之后 你这些东西再吃就犯各样了 是不是啊 那咱们就再往远点看了 印度及斯里兰卡 这些南亚国家 有啥呢 斯里兰卡的金枪鱼 还有海参 斯里兰卡海参经常出口到中国 各种龙虾和青蟹 这都是活的 进口到中国 还有其他一些鱼和虾类也都有 就这个玩意儿 它也不知道雇用了几个小时 还是几年 它到印度了 这个时候咱们想吃龙虾 很多种类的渠道已经没有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就是欧洲以及美洲 还有非洲那一片的海鲜 都有啥 比如北美洲的波士顿龙虾 这个咱能吃 南美洲的古巴龙虾 还有非洲一些地区的龙虾 也都可以 那螃蟹咱们能吃什么呢 北美洲的珍宝蟹 北大西洋那些国家 就是北欧那些国家的 面包蟹 咱们都能吃着活的 活的帝王蟹 已经在俄罗斯那块沦陷了 但是咱们市里这附近 还有熟冻的帝王蟹 进口到中国 所以帝王蟹你还能吃到 只不过都是冷冻的了 到目前为止 你要想吃虾 一点不用担心 因为我国进口的虾 80%来自南美洲的一个小国 厄瓜多尔 题外话 我卖厄瓜多尔白虾 已经卖了2万多单了 最近他们耍无赖这几天 我的销量是平时的4倍 想要的你们上我厨窗去买去 除了欧瓜多尔白虾 产自地中海的红摩虾 也可以买野生的 我厨窗也有 阿格丁红虾 南美洲野生的 我厨窗也有 北极虾 北欧那些国家产一部分 加拿大主要产区 野生的 我厨窗还有 非洲也产一些虾 比如我之前卖给你们的 班杰虾 班猪虾 虽然学名叫做日本对虾 但是它的产区还是挺广泛的 我卖给你们的 我厨窗里的 就是非洲捕捞的 一百多两斤包邮 大部分三文鱼 你们也可以放心吃 三文鱼分为大西洋龟和太平洋龟 北欧是它的主要产区之一 比如挪威的大西洋龟 南美洲也是主要产区 比如智利的大西洋龟和太平洋龟 这些都是养殖的 想吃点野生鱼 法国银血鱼野生的 产自南极法蜀的两座小岛 学名叫做南极犬牙鱼和 小林犬牙鱼吧 还是系林犬牙鱼 具体啥学名望了 各种大小鱿鱼 很多都是从南美洲进口过来的 阿根廷 智利亚 毕罗等等国家 贝壳类的象拔棒 北美洲有 海参加拿大 还有红极参 都出口到中国了 北极贝 冰山棒 加拿大的 那些日料店里刺身的那些虾 什么牡丹虾 日本田虾 加拿大也有 非洲出口到中国的海鲜 其实挺多 很多鱼虾类都是很小众 不知名的 你比如说有一款 每年过年 经常骗你们忽悠买的 黄金鲍 那个东西就是从非洲进口过来的 大海螺 学名应该叫做欧拉窝罗 把那螺肉抠出来之后 贴到鲍鱼的壳上 假冒成鲍鱼 卖给你 纯属割韭菜产品 全球各地 其实每个产区的海鲜都挺多的 咱就不一一列举了 你们都听到这了 我再多说两句 就它排污 到底对咱有没有危害 有多大的危害 我自己心里是没有数 我说这些话 没有引导你的意思 你要问我 现在排污水了 钱子你吃不吃海鲜 就我不管你们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日本海鲜 我肯定是不吃了 除非我是有需要 就我说 你一百万个人 请愿 钱子你快吃吃那个 河沸水海鲜吧 尝尝啥味 能不能你长八个眼睛 六只手 人多 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吧 不然 日本海鲜 我肯定不吃 那其他地方海鲜 你要是没有一个人吃 我就肯定不吃 你要超过一半的人都在吃 那我就吃 你要受不了了 夸夸降价 降价一半以上 我就买 你要是涨价了 我就不买 就像我橱窗里 那恶瓜多尔白夏一样 前阵子 各个主播直播间 都卖爆单了 现在供应商积极涨价 成本价 每箱涨价50块钱 逼得我们也没办法了 背到每盒成本涨了10块钱 我说实话 我挺讨厌这种行为的 发国难财 所以你们要是不着急 可以先别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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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